1974年4月25日深夜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居民们正在准备入睡 收音机如常奏响了往日的节目 然而在午夜时分 许多仍然开着收音机的听众们却突然警惕了起来 因为他们听到了电台里居然奏响了一首进曲 格兰多拉 黑色之城 在一个月前 葡萄牙的诸多艺术家们曾经在军警的包围下 手挽手唱起了这首主张人民当家作主的歌曲 如今这首歌曲在葡萄牙已经成为了革命的标志 在这个不正常的信号后 一些敏锐的市民们开始彻研难免 难道今晚要发生什么大事吗 在焦虑的等待后 凌晨4点第一则广播传来 紧张过度的婚姻员僵硬地播报了一则爆炸性消息 今天凌晨3点 武装部队运动已经发起了行动 他们将结束这个国家的威权统治 请全体市民安静地待在家中避免误伤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早已难眠的里斯本躁动了起来 随后广播以每小时一次的频率向听众播报进度 中午11点45分 无数的葡萄牙人终于听到了 播音员说出的那句万众期待的话语 民族解放的时刻终于来临 虽然广播中屡次要求居民在家中等待 但狂喜的里斯本市民们纷纷冲上大街 簇拥着MFA的部队开始游行 此时正是葡萄牙康乃馨盛开的季节 在各国媒体的镜头下一则消息立刻传遍了全球 欧洲国家葡萄牙爆发了康乃馨革命 大家好 对于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有一个简单的规律 在欧盟内部东欧比西欧穷 南欧比北欧穷 而在欧盟中众多的欠发达地区中 葡萄牙是西欧中非常显眼的一块 时至今日 葡萄牙人均GDP只有2.5万美元作用 跟中国南京水平差不多 作为一个西欧国家 葡萄牙堪称西欧经济的地化版 作为大航海事业的始发者 很多人会好奇 葡萄牙究竟是如何混到今天这步的 葡萄牙 欧洲西南部国家 面积约为9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一个半通了 目前人口约1000万 相当于三个半通了 在历史上 葡萄牙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 基督教从此再次扎根 公元八世纪初 阿拉伯人北伐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 让伊斯兰教进入了欧洲 但是 欧洲的基督徒们并没有放弃抵抗 从公元718年开始 在教会的支持下 欧洲的基督徒们发起了收复失地运动 力求往穆斯林赶出伊比利亚半岛 这场收复失地运动时间不短 从唐朝的开源6年开始 一直打到大明红制5年才算结束 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 也是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进行 而逐渐成型的 对于伊比利亚半岛来说 收复失地运动的影响极为甚远 因为这场战争 不仅是为了收复失地 更是一场宗教战争 随着战争的胜利 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们 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观念 上帝是咱自己人 他老人家一直在罩着咱 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历史 由于认为自己是被上帝眷顾的子民 老天堂正神奇的 这里的基督徒们 由此有了强烈的宗教使命感 他们开始热衷于传教 力求波萨上帝的福音 具体到葡萄牙 他们的情况更特殊一点 在历史上 为什么葡萄牙人开始了大航海运动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葡萄牙也向封建制发展 可是当国王准备封赏贵族和骑士时 却尴尬地发现自己没得封 由于地狱狭小 有限的土地又大部分是教产 葡萄牙国王根本没什么土地 可以封给手下人 由于上帝在葡萄牙也算有些薄面 因此也没人提出敢打教会的土豪 所以从骑士到农民 很多人都是失业状态 整个葡萄牙都是地里的活没人干 屋里的人没活干 干活的地里没活人 活的人又没有地 所以只能向外发展了 葡萄牙向东是西班牙 不用想肯定打不过 南部的穆斯林热烈教授了很多年 也没有什么收获 所以唯一的发展方向只有海洋 因此王室和教会的支持下 一大批航海家开始出海 这群人出海一方面是为了寻找财富 另一方面是为了传教 作为第一波探索蓝海的国家 葡萄牙很快获得了先发红利 东到中国澳门 西到巴西 南到非洲南部等大片区域 从此成为了葡萄牙的势力范围 葡萄牙人成功垄断了海上贸易 建立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全球性的殖民帝国 靠着大航海的发现 大量的香料宝石等商品 被葡萄牙人带回欧洲 面对汹涌而来的财富 葡萄牙人的心情 那真是四五年的光导 美炸了呀 起初 英法等大国对葡萄牙人的小玩意儿 还看不上眼 法国国王还曾经嘲笑过 葡萄牙国王是杂货店之王 可是随着殖民带来的财富 逐渐展现出来 欧洲各国纷纷意识到 产业升级的时候来了 本来卷爆棚的欧洲人立刻决定 迭代传统旧武打法 串联赴翁新型赛道 重组行业生态格局 权力布局蓝海认知 从此 葡萄牙人的倒霉史开始了 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开启大航海时代 本就是因为卷不过欧洲国家 才去捞盘门 当欧洲大国开始下场后 葡萄牙迅速失去了垄断优势 殖民收益瑞减 更糟糕的是 过去赚钱的时候 葡萄牙人也拿钱没干正事 而是用来供养了贵族的设施生活 和打宗教战争 现在当形势变化后 整个国家一下子就不会玩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葡萄牙的国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退下去 1755年万圣节 一场超强地震 袭击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地震 海啸和火灾 瞬间夺取了十万人的生命 面对着地狱般的景象 葡萄牙人不得不怀疑 上帝是不是不像着咱们了 事实证明 这个猜想可能是对的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 无数的人人志士 也曾想过拯救葡萄牙 但每次都被历史无情打断 比如拿破仑征服 比如巴西独立等等 到了1890年 列强跨分殖民地的 柏林会议召开时 葡萄牙已经连上桌的资格 都没有了 因为在两年以后 资不抵债的葡萄牙政府 正式宣布破产了 而且 这只是葡萄牙的第一次破产 1902年 葡萄牙再次宣布破产 1908年 葡萄牙国王和王子 同时遇刺身亡 刺客被抓后 说自己没啥图谋 就临时起义 决定整死国王 两年以后 葡萄牙第一共和国建立 葡萄牙正式迎来了共和时代 然而 走向共和的葡萄牙政坛 依然不太稳定 在第一共和国存在的16年中 葡萄牙总共换了 9任总统和45届内阁 多民家跟他一比 都算是国泰民安的 欧洲流行的各种思路 在葡萄牙试着一遍 但百姓生活毫无起色 直到1925年 我们讲过的金融大师 雷斯先生 给了世界一点小小的 葡萄牙震撼 雷斯用假钞成功 团结了葡萄牙各派 让大家一致决定 推翻政府 1926年 军队发动政变 推翻了第一共和国 葡萄牙从此进入了 军政府时代 然而 军政府的稳定 却并没有为葡萄牙 带来了繁荣 反而为葡萄牙带来了一位 20世纪最古怪的独裁者 安东尼奥 多年以来 对于如何评价萨拉查 始终是葡萄牙人中 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但有一点 是无论萨拉查的支持者 还是反对者都会认同的 就是萨拉查先生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脱离了第一趣味的人 1889年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 出生在葡萄牙北部的 一个小村庄里 在他出生的时候 夫妻40岁 母亲36岁 对于现代人来说 这算是中年得子 但是在当时人均寿命 不过四五十岁的葡萄牙来说 萨拉查的父母 生他的时候 基本等于土埋眉目了 萨拉查的母亲 是一个上级的女人 在那个人均摊要一夜的 小村庄里 萨拉查的妈妈 居然让五个孩子 全都读了书 作为家里的老摩 萨拉查上面有四个姐姐 也许是这种成长 于妇人之手的环境 影响了她 从很小的时候 萨拉查在其他人眼里的形象 就跟我一样 沉默谎言 自闭内敛 在邻居的眼里 萨拉查是个谨慎害羞的孩子 最大的爱好 就是沿着铁路 独自漫步思考 这个习惯 她保持了一辈子 11岁那年 家里为萨拉查 争取了一个 维赛物神学院的名额 从1900年开始 萨拉查在神学院里 读了八年书 在神学院里 年轻的萨拉查很受欢迎 由于气质好 文化高 一副音容笑貌 也比较儒雅随和 每一个认识萨拉查的人都认为 这个小伙子 是一位杰出的青年才俊 但是却没有人观察到 萨拉查世界观的变化 在神学院保守封建的环境里 内向的萨拉查 逐渐成为了一名禁欲主义者 比如萨拉查认为 食物的作用是提供营养 追求美食属于浪费 房子的作用是为了遮风挡雨 追求豪宅也属于浪费 相比于精神需求 物质的享受是不值一提的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 这一套理论 虽然看起来很反人性 但仔细想想 其实也确实是挺反人性 在萨拉查上学的时候 葡萄牙正进入一个 不不升级万物警发的状态 1908年 在国王和王子遇刺后 萨拉查充满同情地 给幸存的王子曼牛爱尔 写了一封公开信 由于文笔及家 这封信在当时 引起了很大反响 从此开始起了 萨拉查的见证之路 1910年 萨拉查进入 科英波拉大学学习法律 并在四年后 以接近满分的成绩毕业 在之后 他又拿到了博士学位 并且被提拔为了教务长 成为了葡萄牙教育界 响当当的响当当 但是 此时的葡萄牙人 关注萨拉查 却并不是因为 他的教育工作 而是因为萨拉查 经常在报纸上 谈论经济 此时的葡萄牙经济 早已荡气回肠 那么既然萨大过失 有如此高论 很多人都认为 经济的摊子 应该由萨老师up一下 在众人的劝劲之下 1921年 萨拉查决定成为一名up主 哦不对 决定参加一次议会选举 然而 第一次进入议会 萨拉查就目睹了 葡萄牙议会日常的武斗 在武则充沛的 葡萄牙议会里 八神来了 也得挨个儿惊眼 刀光念影的议会 吓得学者萨拉查 落荒而逃 从此以后 萨拉查产生了一个认知 民主 救不了葡萄牙 跟这群重制门在一起 怎么能搞好国家呢 没过多久 萨拉查就目睹了 雷斯先生的金融奇迹 和葡萄牙军队的 踢刀上落 在军政府上台后 萨拉查曾经担任了 五天的财政部长 就因为军政府 不授予的实权而辞职了 但在两年之后 由于葡萄牙经济的 彻底崩溃 1928年1月 新总统卡尔摩纳 再一次邀请萨拉查 担任财政部长 并且给出了一个 惊人的承诺 作为财政部长 你可以自由否决 所有政府部门的支出 包括我们军方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 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萨拉查接下了这个任命 并且很快拿出了 自己的计划 其实萨拉查的招数 并不稀奇 无非开源节流两项 在开源方面 萨拉查决定征税 只不过在他的 海量转精确算后 征税的部分 落在了富裕群体 和殖民地人民头上 而在节流方面 萨拉查为财政开支 划出绝对的红线 他大幅缩减教育预算 冻结职员的工资 由于总统的坚定支持 萨拉查的两项计划 都执行得很好 靠着开源节流 萨拉查成功让葡萄牙 在1928财年 一转颓势 不仅没有赤字 甚至连变成废者的货币 都稳定了下来 这对于葡萄牙来说 堪称空前的成就 一时之间 萨拉查被大家 誉为祖国就是主 称他是解救国家的 一碗良药 事实证明 萨拉查确实是良药 因为能接受他的国家 多少都沾点大病 随着国家经济的逐年好转 萨拉查的权力 也愈发稳固 在葡萄牙政坛中 萨拉查是一个罕见的存在 因为无论是文人政客 还是教会军头 每一方都认为 萨拉查算是半个自己人 因此虽然总理轮流转换 萨拉查这个财政部长 却稳如磐石 1932年7月 财政部长萨拉查 终于神功大成 正式就任了葡萄牙的 第一百任总理 但是 担任了总理的萨拉查 却把自己变成了 葡萄牙的真正统治者 上台以后 萨拉查修改了法律 新法律建立了一个 复杂的权力结构 葡萄牙总统按时选举 但总理只需总统任命即可 而萨拉查很快 扫清了葡萄牙的所有党派 然后成立了一个 号称非政党的组织 叫做国民联盟 这个组织控制了议会 进一步控制了 总统的任命权 所以 总统成为了 总理萨拉查的傀儡 因此 从1933年开始 安东尼奥萨拉查 就成为了葡萄牙 真正的掌控者 那么 大权在握的萨拉查 他究竟想要一个 什么样的国家呢 对于自己的主张 萨拉查曾经进行过 自我阐释 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 国际主义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公团主义 反对阶级斗争 世俗主义 反对农农制 简单的说 就是左反共 右反资 前反现代空想派 后反沙俄农农制 萨拉查的主张 堪称政治界的八八炮 那么 反一切的萨拉查 究竟在追求什么呢 对于自己所构想的社会 萨拉查称之为 新国家体制 谁都无法否认 萨拉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只不过他的理想 与跟他同时代的 其他人是迥然不同的 在后世的评价里 一般认为 萨拉查在葡萄牙 建立了一个法西斯政权 但这种评价 其实是不全面的 从形态上讲 萨拉查政权 确实像个法西斯政权 但在精神内核上 葡萄牙和德国意大利的 底层逻辑 是完全不同的 要理解萨拉查的 新国家体制 首先要了解 前半生里 他见证了国王横死街头 各大政治派别 将葡萄牙当作一片试验田 政府如走马灯般的下台 他的前半生 经历了44届政府 和21次革命 由于政坛极不稳定 葡萄牙的革命 在欧洲其他地方 成为了一个笑话 而在政治之外 葡萄牙贫穷落后到 几乎可以参加 非洲大局的匹配机制了 成年人里 文盲比例接近7成 几乎没有中工业 在广大的农村 众多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与中世纪无异 很多农民连鞋都没得穿 在20世纪 混乱落后的国家不少 在这些国家里 有人资本主义 有人封建复辟 有人共产革命 有人政教合一 而萨拉查的主张 则与其他人都不相同 萨拉查选择的道路 叫做中央集权的 劳资协会主义 说的更简单一点 它的主张叫做 合作主义 所谓合作主义 该思想起源于 19世纪末的天主教知识分子 主张的是在各行业内 建立行业协会 通过协商来解决劳资矛盾 这样阶级斗争 就能在协商中 消灭于无形了 听起来 这和意大利法伊斯 执行的经济体制 颇为类似 但萨拉查选择的 合作主义思想 与意大利法伊斯的 不同之处在于 法西斯所追求的 是以极端民族主义 为背景的富国枪兵 但萨拉查选择 合作主义的动机 却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 而是天主教 作为一个 极度保守的 天主教知识分子 面对着混乱的国家 萨拉查认为 极度的混乱 需要极度的稳定来治愈 那么葡萄牙 在什么时代最稳定的 就是在中世纪 在教会和强权的统治下 地主 贵族和殿农们 各安其所 这才是上帝为人间 安排的最好的自然秩序 如果说 在二十世纪 主张君主复辟的人 是四九年加入国军的话 那么萨拉查这一套理论 基本等于在四九年 加入清军 中萨拉查一生 他从未提倡过 法伊斯式的种族主义 与之相反 葡萄牙在二战中 成为了犹太人 在欧洲最重要的避风港 萨拉查在葡萄牙的主张 既不民粹也不仇外 他所希望的是 葡萄牙人 充实伟大的民族道德 我们这个国家 曾经是上帝的使者呀 萨拉查认为 葡萄牙历史上 最伟大的时代 就是团结自主 不计回报的 向世界传播上帝福音的时代 葡萄牙人 应该充实上帝安排的 自然秩序 因此 萨拉查掌权后 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权口号 上帝 祖国 家庭 如果生在中世纪 萨拉查应该会成为一名圣人 作为国家的独裁者 萨拉查终身保持了 虔诚的信徒的生活 萨拉查一生中 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饮食穿着都相当简朴 也几乎没有什么财产 他把所有精力 几乎都投入在工作和学术上 其勤证程度 几乎可以与我相比 他羞涩内敛 很少见客 一生没有结婚 也没有孩子 在空闲时间 他愿意一个人 种植花园和冥想 作为掌控葡萄牙 40年的独裁者 萨拉查一生 都为给自己和家人 谋求过任何私利 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 他们都不理解 萨拉查追求权利 是为了什么 萨拉查认为 自由主义是国家的敌人 追求自由更是胡搞乱搞 那自由女神 天天在那儿处着 一动不动 她真的自由吗 为了追求自然秩序 萨拉查在葡萄牙 各行的业中 建立着大大小小的协会 这些行会 严格矿作了 葡萄牙经济的方方面面 在葡萄牙 萨拉查成功实现了 一种没有计划的计划经济 根据合作主义思想 在葡萄牙 无论是兴建新厂 还是变更产品 都必须由协会和政府批准 比如在40年代 曾经有人在葡萄牙 开了一家小麻生厂 生意很不错 一度成为了 美国军方的供应商 后来随着美军参战 订单越下越大 厂子决定扩大产能 申请扩建工厂 然而 葡萄牙政府很快否决了 这个要求 不行 今年的扩建指数 已经用完了 明年请早吧 作为假方的美军懵了 从来没听过 有钱不赚的工厂 美军给老板出主意 要不你生产点塑料绳 我们也愿意买 换个领域 政府应该可以批吧 报告又打上去了 很快得到皮肤 不行 制造塑料绳 是另一家公司专营 你不能跨协会经营 让美军跟他们买吧 在这种环境下 葡萄牙要实现现代化 显然是极其艰难的 但是 这也许正是 萨拉查想达大的效果 在非洲 蒙伯托曾经在 乌干达政权倒台后 得意洋洋的自夸 他说刚果从不修建公路 因为公路会加强各地的联系 这样会破坏旧有的统治秩序 而萨拉查的想法 也许与蒙伯托相同 现代化带来了新阶级 而新阶级 势必带来新改变 所以 萨拉查对于发展重工业 没什么兴趣 他对葡萄牙工业的定位 就是初级加工业 至于更高级的产业 交给外国资本就好 基于这个需求 萨拉查之下的葡萄牙教育体制 堪称举世无双 在过去的葡萄牙 文盲率极高 萨拉查对扫盲运动下了大力气 到60年代 葡萄牙的儿童入学率 已经达到了97% 但是除了扫盲之外 萨拉查却并不让人民 接受更多教育 因为这样的文化 就足以成为工人了 在萨拉查之下 中学成为了百姓 不敢奢望的高级学府 只有富裕家庭 才能附带得起高昂的学费 而大学更成为了 传说般的存在 在四五十年代 800多万人口的葡萄牙 每年只有4000多名大学毕业生 而且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权贵子弟 是的 虽然萨拉查本人的生活 极其言谱 但葡萄牙实际上 是存在一个庞大的权贵阶级的 当时的英国媒体称之为 一个苦行僧在前台表演 一群人在幕后腐败 由于这种奇葩的 合作主义经济体制 葡萄牙企业纷分各显其能 由税贿赂无所不为 很快形成了一大批垄断企业 以葡萄牙最大的 法布里尔联合公司为例 该公司垄断了 石油 水泥 防制品 饮料 化肥 保险 银行 造纸 旅游 采矿 殖民地农业 电器工程等 一系列产业 三星跟他一比 则算是业务限界的 由于权力寻租空间巨大 葡萄牙高官的生活 以豪舍荒淫的人名 1967年 意大利媒体报道了一篇 讲述葡萄牙高官生活的文章 叫做 《部长花园里的洛丽塔狩猎》 但你了解了这些内容后 就会发现 这些葡萄牙权贵的荒淫程度 这是美元中间贴交物 也不要个逼脸了 跟他们相比 爱普斯坦的生活 都算是自律检点的 在统治接近如此荒淫的时候 葡萄牙百姓的日子 却一直保持着西欧地滑板的水平 由于缺乏正常的劳资关系 葡萄牙工人的待遇 低到了周八匹看了都腰头 协会已经给了你们工作 你们还想要工资 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了是吧 当年欧洲标配的工人福利 在葡萄牙虽然不能说是应有尽有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一点不占 作为接受过马歇尔计划援助的西欧国家 葡萄牙的很多工人家庭 也就是温饱水平 而农民们的境遇更加悲惨 他们甚至连地里种什么 都不能自己做主 由于农业税实行保抵制 感染天灾典份 农民们还要给政府倒赔钱 在政府层面 萨拉查继承了过往 量入为初的财政思维 在一个落后国家里 执行了绝对的无杠尔财政 在他的之下 葡萄牙货币异常稳定 财政年年盈余 绝不多花一分未来的钱 绝不搞提前建设 除了修建了一些 用作外贸的港口路桥外 首都里斯本成为了欧洲最古典的首都 看着虽然穷 但其实一点都不复 直到六十年代 通电的住宅都不超过三成 能用上自来水的人不到两成 由于过于落后 以至于很多人都对葡萄牙的状况起初 葡萄牙请碾一碾自己的人民 看到这里 相信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一个集合了苏联经济的僵化体制 韩国财阀的垄断特权 法伊斯政权的自由剥夺 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封建的国家 可想而知 必然是有人不太支持的 然而 萨拉查之所以能够异地政坛数十年而不倒 是因为他还有另一个手段 纳粹德国的镇压工具 从1933年开始 萨拉查就成立了国家监视与防卫警察 作为一群行动生的巨人 这支部队负责监视每一个葡萄牙人 他们建立了大批集中营 发明了众多别出心材的户型 这支对标盖世太保的特务部队 可以调查拘捕和处决一切政权的反对者 在仅有900万人口的葡萄牙 有超过7万名特务在精英业业的 维护着萨拉查的统治 总之 萨拉查治下的葡萄牙 就是这样一个迥异于世界各国的奇葩国家 但是 萨拉查执政的前半段 他在国际上的形象却并不差 这位由于风度翩翩 温恩尔雅 加上博文强记 文笔一流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 萨拉查俨然像是伯拉图构想中的哲学王 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个独裁者 而除了个人形象之外 萨拉查对于葡萄牙有一个无可争辩的贡献 就是他成功维护了葡萄牙 乃至伊比利亚半岛在二战中的中立 在西班牙内战中 萨拉查对弗朗哥鼎立之时 弗朗哥因此对萨拉查感激提灵 他对媒体说 我所知道的最完美 最值得尊敬的政治家就是萨拉查 我认为他的智慧 他的政治意识和他的谦卑 是非凡人格的体现 他唯一的缺点 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太过于谦虚了 由于跟弗朗哥的良好关系 当二战开始时 萨拉查力劝弗朗哥保持中立 成功让伊比利亚半岛远离了战争的深渊 而由于传统的英铺同盟 萨拉查又在战争中与英国合作 让葡萄牙在战后成功获得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 1949年 葡萄牙还成为了北约创始国 直到此时 如何评价萨拉查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虽然在他治下的葡萄牙经济水平是西欧地化版 但由于葡萄牙在过去也是西欧地化版 所以也不算发挥市场 而且 萨拉查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 保持了葡萄牙的政治稳定 成功让国家在二战中保持中立 虽然经济上依旧落后 但总体上还是有发展的 应该说对于葡萄牙还是有很大贡献的 然而 二战后 时代变了 在二战结束后 反殖民主义成为了欧洲社会最强的主旋律 美苏支持的殖民地人民 开始向殖民者发动猛烈攻击 对于反对殖民这件事 两大强权的目标是相当一致的 双方打算美国治标 苏联之本 美苏合作 制成标本 在反殖民浪潮中 英国很快放弃了底下 法国挣扎了很多年 但也以失败告终 然而 在英法殖民地国全面崩溃的时候 美苏两国惊讶地发现 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比法国更硬的国家 葡萄牙 由于没有受到二战冲击 战后的葡萄牙还拥有莫桑比克 东提问 普蜀印度和中国澳门的众多殖民地 总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 在全球反殖民的大潮下 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 自然也是大势所趋 而面对这股历史洪流 萨拉查的态度只有一个字 不行 其实萨拉查强硬的原因并不难懂 葡萄牙带着这么大的殖民地 都混成西游地画板了 这要是没有了殖民地 就不得重返石器时代啊 为了滥下殖民地 葡萄牙搞了一大堆理论知识 比如葡萄牙人天生适合热带环境 早就与当地人成为一家人了等等 但是对于这些屁话 骗骗兄弟可以 别把自己也骗了 轨迹社会都在等待着 谁来对葡萄牙打响第一枪 很快开枪的人就来了 他的名字叫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1947年8月 印马分治的方案公布 英属印度从此吹灯拔辣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英属印度的解体 并不代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历史结束 因为在南亚次大陆上 还有葡萄牙和法国的殖民地 16世纪初期 葡萄牙人到达了印度西海岸 在这里 他们建立了一块殖民地 果阿 在之后他们还占领了 达曼和地物两块飞地 这几块总面积 约为4000平方公里的小殖民地 曾经是葡萄牙贸易路线上的重要节点 对于果阿地区 印度的独立领袖们 偏人认为果阿是印度的一部分 从30年代开始 尼赫鲁等人就开始支持果阿独立运动 印度独立后 印度政府立刻向葡萄牙提出谈判邀请 要求谈判收回果阿等殖民地 对于尼赫鲁的要求 萨拉莎发表了演讲 果阿是我们葡萄牙自古以来的殖民地 你印度共和国更成立几天 就敢说是你的领土 果阿在地理上虽然属于印度 但在社会文化上 那是妥妥的欧洲 而且就算我退一万步讲 你也听不见 对吧 在全球反殖民的大潮下 萨拉莎之所以如此强硬 根本原因来自他的一个判断 他认为 虽然眼下美苏在联手拆解殖民体系 但是用不了多久 美苏之间的矛盾 就会高于他们的共同目的 只要葡萄牙挺到那时候 殖民地就能保重 为了表示绝不让步 萨拉莎正式宣布 把葡萄牙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都升级为海外省 我们葡萄牙没有殖民地 都是领土 谁打我就等于入侵本土 别忘了 也可是个北约国家 按照北约协定 各国的殖民地 不属于共同防御范围 但海外省则在理论上属于本土 虽然不知道美英 对这种卡巴克行为是否认可 但作为一个理智的政治家 尼赫鲁还是克制了自己的行为 他对葡萄牙的殖民地 经营了封锁 并且支持了民间武装分子 收复实地 但却没有亲自下场 当国内的基金分子 指责尼赫鲁软弱时 尼赫鲁说 我们对国阿的基本政策 是以和平的方式 中国政府 如果要无力解决澳门问题 只是小菜一碟 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我们也应该运用 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来解决这个问题 尼赫鲁对于国阿问题的克制 除了忌惮葡萄牙的 北约身份外 更是因为尼赫鲁在内心相信 国阿问题一定会和平解决 因为对于50年来的葡萄牙来说 国阿这种小地方 早就失去了战略意义 连萨拉查自己 在谈到国阿问题的时候 也谈的都是什么 基督教使命这种抽象问题 说要保存西方文明 在东方的小小火炬 萨拉查也是个知识分子 他怎么可能真拿这种屁话 当回事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不会吧 1954年 法国和平让出了法属印度 而就在同一时期 面对非暴力抗议的印度民族分子 直接选择了开疆 数十名抗议者被打死 残暴的行径震惊了整个印度 1955年8月 印蒲两国正式断交 然而 在印蒲断交的三个月后 赫鲁尔夫就来了 在建国初期 印度的外交环境很差 但随着1955年万龙会议的召开 印度作为一个不结盟运动的大国 一跃成为了美苏之外的重要力量 苏联开始对印度兴趣大增 1955年11月 赫鲁尔夫正式访问印度 为了争取印度 苏联宗在印度讲话 几乎句句说在印度人的心巴上 你们想要建设工厂吗 找我们 你们想要建设发电站吗 找我们 可是米尔是印度的一个邦 在谈到果阿问题时 赫鲁尔夫运用了他特有的形象比喻 今天 还有一些国家 像狮子一样盯在健康人身上 这里我所指的是葡萄牙 他不愿意退出果阿 不让这块当属于印度的领土 从他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但是 这不过是迟早的事 果阿必将从外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成为印度共和国的一部分 在赫鲁尔夫的演讲之后 撒拉啥慌子 你可以骂穗宗坏 谁敢笑个苏联菜 在赫鲁尔夫表态后 葡萄牙外交部长 立刻找到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苏联人说的话 可是戳人废管的呀 弟兄好 天老大他老二 你就这么干听着 此时的美国正需要葡萄牙配合 来建设军事基地 因此杜勒斯很快发表声明 坚决支持葡萄牙政府 对保留果阿的要求 并且相信 印度也会对此表示理解 在杜勒斯表态后 作为原教旨主义的帝国主义分子 丘吉尔激动地对此大加赞扬 杜勒斯 你做得极对 极对 看起来 撒拉啥确实利用了美苏矛盾 但他没想到的是 随着时间推移 印度的身价在涨 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发展 第三世界的力量 在世界上越来越强 美国意识到 如果让苏联成功拉拢了印度 将会对美国的势力 造成重大打击 1957年 印度遭遇饥荒 苏联援助给了印度大批粮食 而美国此时不敢落狱人后 也向印度提供了 仅仅20亿美元的援助 1959年 安森豪尔亲自出往印度 一个新兴国家印度 一下子成为了 美苏争相拉拢的对象 但得到美苏两家的支持后 对普达亚的北约身份 尼赫鲁也就没有那么忌惮了 普达亚什么档次 我们印度人出一列火车 能把你全国人都拉走 由于形势的变化 印度开始考虑 无力解决国阿问题 时间很快来到1961年 这一年 由于非洲局势糜烂 普达亚在印度的军队 被车掉到仅剩3000多人 身处印度的包围中 国阿的普达亚军队压力山大 1961年11月 国阿普军把一艘印度客船 误以为印军登陆艇 一通扫射后造成一丝一伤 这一行动更加激动了尼赫鲁 12月10日 尼赫鲁向新闻界发表准战争宣言 普达亚延续在国阿的统治 也不可能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 美国站了出来 他们宣称 如果印度在国阿展开武装行动 美国将不会给予任何支持 这个话 看起来像是在反对印度 但这就好比泰森要报答小约翰 你发表声明说你不支持泰森 你等于你也有责任吧 1961年12月17日上午 经过周日准备 4万5千名印军开进国阿 他们要面对3000人的葡萄牙军队 萨拉查命令国阿的葡萄牙总督 要站至最后一人 至少要坚持8天 老夫自会通过外交共识 让印军推兵 只不过 萨拉查显然高估了蒲军的水平 由于多年的和平 在萨拉查治下 葡萄牙军队基本色拉拉队水平 比如由于后勤和前线对接的一塌糊涂 前方的蒲军给后方发暗号香肠 要求补给炮弹 就是后方真的送来一堆香肠 就这样的水平 要求蒲军面对10倍的印军坚守8天 数数有点大可不必了 开战26小时后 葡萄牙军队正式投降 此战 印军战死22人 葡萄牙军阵亡30人 印度成功收回了国阿 在印度占领国阿后 葡萄牙在联合国上提出了强烈抗议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印度 然而提案被苏联一票否决 切得萨拉查从此郁郁了 他威胁要退出联合国 因为你们都在针对我 在印度行动当天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恰好在印度访问 这位主席在每个场合都称赞 印度的行动是正义的合法的 是苏联人民支持的 而这位苏维埃主席就是当时还没上位的 尼利勋宗啊 无论如何 靠着这一场并不激烈的战争 印度成功从葡萄牙手中收回了国阿 完成了对这个世界最小帝国主义国家的年亚级胜利 虽然这场胜利的获取并没有什么难度 在印度政府和媒体对此极为兴奋 印度媒体称之为我们最得意的时刻 连尼和鲁本人也因此认为 自己是目光四孔明胆量赛张飞 作为一个明目张胆的领导人 他敢于挑战任何对手了 于是 一年以后他向东方的邻居发起了挑战 只不过那一次的结局将与他的想象有一些小出入 而作为战争中的失败者 葡萄牙人的心态就更加悲剧了 国阿战争的失败向全世界展示了葡萄牙的虚弱 萨拉查却依然是关了线号看地图 找不清自己的定位啊 对于殖民地问题 萨拉查依然不肯退让 在非洲形式恶化之后 萨拉查拒起了20万纳军 耗费一半的国库开始了三征安格拉 由于军队建设稀烂 很多葡萄牙军队是拿着二弹甚至一战的武器 在镇压拿着AK-47的独立军 伤亡极为惨重 几年下来 整个葡萄牙都传唱着无相非洲浪斯科 由于连年兴兵国库空虚 萨拉查又不愿举债 因此 葡萄牙军队的待遇一降再降 为了解决军人待遇 萨拉查居然要求清洁军官去入赘国内的有钱人家 能享受这种叹气生物想不出的法子 可见是真没办法了 在萨拉查的穷兵独武之下 为了摆脱贫穷和兵役 10%的普代阿人润向国外 整个国家的根基已经动摇 随着国市连年衰退 萨拉查终于感觉到了变化 他对身边的人说 我死之后 新国家这套体系怕是没法存在了 1968年8月3日 79岁的萨拉查在自己的住所里摔倒了 头部遭到重击 本来接受治疗后 萨拉查感觉一气良好 然而9月16日 他却突然中风陷入了昏迷 在萨拉查陷入昏迷后 早已被他架空的总统 终于发挥了作用 在向医生确认 萨拉查的健康已经不可逆转后 总统任命马赛洛卡丹奴 接过了葡萄牙总理的持费 萨拉查对葡萄牙的统治结束了 接替萨拉查的卡丹奴 是萨拉查的心腹之一 虽然卡丹奴力图改革 但葡萄牙人对无休止的战争 早已忍无可忍 6年以后 葡萄牙军官发动了 康乃兴革命 终结了这套复古的新国家体制 放弃了海外殖民地 康乃兴革命后 葡萄牙终于融入了欧洲大市场 经济一路增长 成为了一个美丽的旅游国家 如今的葡萄牙 虽然号称发达国家守门员 但无论从任何角度 今日的葡萄牙都绝对贫穷不沾边了 但是萨拉查呢 在解雇萨拉查的时候 每个人都认为 萨拉查已经命不久矣 但谁都没想到 一段时间以后 萨拉查就认从重风中 重新清醒了过来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斯大林身上 那毫无疑问是恐怖片 但由于萨拉查那脸自闭的个性 他的朋友们成功欺骗了 不爱出门的萨拉查 共同演出了一场 现实版的再见列宁 清醒过来的萨拉查 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剥夺了权力 他在身边人的配合下 继续在房间里 又虚拟地统治了葡萄牙两年 为了增加可信度 萨拉查的亲信和朋友们 甚至为他定制了一份顺天时报 在这些假的报纸和电视节目里 他们展示了在萨拉查的治下 菩萨国泰民海燕和亲 而年以八旬的独裁者萨拉查 就这样在一间小屋里 继续心满意足地搭建着 他心中的梦想宫殿